你随便做吧 有泡面吗 有 酸菜的可以吗 嗯 可以 顾客一进门就不寻常 点了一碗泡面 接下来的镜头就让观众傻眼 方便面 生活中最快速方便的一种食物 感觉上和真正的料理 还有一点距离 但是只要多花些功夫 它也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味 老板黄磊酸把泡面的格调升级 拍得很精致 但泡面就是泡面 尤其特写调味包的镜头 根本就是厂商置入 网友笑说 原来大陆版的深夜食堂 就是家常版的泡面广告 这个面也太好吃了吧 老板 加了酸菜之后 果然更好吃 大陆演员吴欣表情太浮夸 也被观众骂翻了 日剧深夜食堂 在日本创造了高收视 除了美味还有人情味 每个人物都刻画细腻 才让深夜食堂在日本爆红 尤其日本影集中最知名的茶泡饭 到大陆竟然变成了泡面 深夜食堂的忠实观众 实在不能忍受 为什么好好的影集 到了大陆都会走钟 东西闻熊志 丁凯在台北报道